台灣監獄人滿為患 全國49處監鎖 可容納5萬3千人 現在卻擠了6萬3千多人 超收上萬名囚犯 夏天到了 監獄裡人多酷暑難耐 該怎麼辦 新任法務部長邱泰三 想出這一招 假釋或出議前的半年到一年 那我們做就業的每一盒 就讓他們開始到外面 讓即將出議的清刑犯 保釋犯提前一年或半年 白天到附近工廠上班 現在晚上回到監署睡覺 第二個我們在外部 到底能夠提供多少的 配合的廠商跟就業的機會 這也是我們第二步的 那總統當然希望越快越好 我們當兵還要關在營區裡面 你這個壽型人還可以出來 看看外面的世界 對 我覺得這樣是不公平的 把犯人放出來就不對 就覺得他可能出來還會有一些 就是安全性上的考量 看在民眾眼裡 囚犯先放出來 即使只有白天還是有顧慮 除了梅河就職外 邱泰山還計畫擴建或簽建 讓監索空間更大 或者直接在現有監索增建或改建 但似乎都還是治標不治本 這些人本來就是早晚會回到社會 所以要避免的是無名化 但是如果真的要事實上解決 監索擁擠的問題的話 事實上是要回頭去檢討 我們的形勢政策 那特別是毒品政策 民主也指出類似外出職訊政策 已經事辦三年沒人脫逃 新部長要擴大實施改善超收問題 只是怎麼篩選囚犯 避免民眾疑慮 就看相關介護配套措施 新部長怎麼做 記得劉志展 劉樹偉 主觀戰 台北報導